以为她根本不是什么浩灵大王妃 她是赤臣的女儿 不可能 殿下 属下对她动用了三种酷刑 她身体受不住 一心求死 只是 她依然没有照顾她的头目 你的妹妹 是我杀的 要杀要管 我随间一约 就凭你一人 你未免太高看自己了吗 他们在动手之前应该已经商量好了 她就是弃子 她的族人已经死光 无族可灭 纵使两位陛下震怒 要杀 也只能杀她一个人 我无期无儿 孤家寡人 这条命 你要拿就拿去吧 无期无儿 孤家寡人 当年为了从赤臣的屠刀下保住你 应该死了无数人 你真敢让牧师 血脉断绝吗 你什么意思 潇潇 沐菲寄居在亲戚沈氏家中时 服侍过她的婢女柳儿 因为和人私通被赶出了神府 不久后产下一子 虽然你做得已经足够小心了 平日里很少与这对母子接触 但还是让我查出了蛛丝马迹 这个婢女所生的孩子 应该就是你的子嗣吧 你可以选择沉默地死去 我会送你的儿子 去和牧师全组团聚 去和牧师全组团聚 你伤心病恐 你伤心病恐 你是个疯子 你杀了我妹妹 你的命我要定了 但只要你告诉我一件事情 我可以不动你儿子 你妹妹受我杀的 你妹妹受我杀的 其他的 其他的我什么也不知道 你不想背叛你的同伙我理解 我只想知道 为什么要杀了小妖 只要你告诉我 我可以不动你儿子 给你时间 你可以好好考虑 不要企图自己 别忘了你的儿子 去哪儿 谁呀 谁呀 殿下 怎么了 慕菲想见殿下 但他要求风龙公子必须在场 知道了 我可以告诉你为何杀你妹妹 但你要承诺 永不杀害我儿子 只要你的话如实 我不会伤害她 西燕族的人 我不相信 我要你亲口告诉我 任何人 永远不会伤害我儿子 只要你告诉苍玄的是事实 我保证任何人不会以你做过的事 去伤害你儿子 你心里一定怨恨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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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中原师族 惹了如此大的祸事 但我必须杀她 因为她根本不是什么耗灵大王妾 她是赤臣的女儿 不可能 我亲眼看过那个大摩托的眼睛 我不会看错 好 我 你 帮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